最新的消息 卫生单位在高雄一家超市 查获了含有瘦肉筋的肉品 台中市卫生局也继续的追查 上游的工厂 目前查的情况如何 我们要请记者陈宇柔来告诉我们 宇柔 好的主观众透画面可以看到呢 台中市卫生局是大动作的 来到这家工厂 因为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 是发现了高雄市的一家超商 是卖出了含有瘦肉筋的牛肉 于是呢追查上游发现 原来工艺上就是位在台中市的这家工厂 那么今天卫生局是来到了这家工厂 来查去其他的牛肉肉 到底还有没有含有瘦肉筋 我们来听一下卫生局以及业者的说法 高雄市跟我们通知 我们大台中全宏有销售一批的 美国五股牛排被剪出含有瘦肉筋 那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来要求 折成我们全宏要管外针对这一批 他在去年底一百年的企业底 进口这个两万公斤的牛肉销售的下游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有这个 这个不合法这个不能进口 所以我们就是进口了 然后销售 在前天才知道这个这个说这个不行 不行我们都全部在回缩 已经到现在已经回缩了333公斤 好的根据了解呢 这批从去年7月进口的这个美国 含有瘦肉筋的牛肉 总共是有两万公斤 分别呢是透过了中盘商销售到了 新北市北市以及高雄 那么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大台中市的地区呢 是贩售给以零售的方式贩售给附近的居民 总数大概有500公克左右 那么目前已经回收了两三百公斤了 以上是目前现场的最近情形 将镜头交还给彭内主播 好现在看到肉品查出了瘦肉筋 台中市卫生局呢也要求必须要马上的下架